哇 看来今年种的这个香蕉又要大丰收了 哈喽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来我家看香蕉的时候呢 路过前面不远处奶奶她家的菜地里 发现一棵比果树还有大的一种果实哈 这种果实呢 我看了又看又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问了我们当地农村的老人才知道 没想到她种的这种果树啊 是一种瓜来的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俗称为发埃高 用途却非常的强大 还有很多外地外申的人对她都不认识 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广大的网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人种植 而且这种果实呢 卖的也是非常的昂贵 一公斤都能卖到了六块钱 特别的贵哈 所以呢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借着这个机会顺便拍一些视频 给广大的网友们去认识一下 看看你们的家乡有没有人种植 现在已经来到了奶奶她家种菜这个位置 因为她平时一个人在老家 菜地也不是很多 利用以前她家拆过的老房子 大概也有三分的地 在这个位置种了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很多蔬菜都已经干枯掉了 毕竟现在是冬天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种瓜呢 其实它也是一种蔬菜来的 在我国分布地区 比如说南方这边很受欢迎 在湖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包括我们江西 广东这一带 都有人种植这种瓜 像这种瓜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妙用 没想到在我们这边只有奶奶她家种了才有 在我手指那个位置就种了有一排 之前她只种了一棵 因为这种瓜呢 它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大 长到两三米高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花结果 结出来的果实呢 比拳头还要大 而且成熟之后 它的种子啊 也可以拿它播种 在这个位置呢 也种了一排 是今年种下去的 竹竹可以证明 它种的这种瓜 生长繁殖能力非常的快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眼前里面 我们在镜头里面看到了我们要分享了在我们农村叫发埃嘎的一种果树了 首先我们从外干形状就看到很清楚 种了一年的时间都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 从它的外干形状叶片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就像一把扇子一样 而且看着它的外干形状呢 也有点像剪刀剪过的痕迹一样 它每个角落呢 带着这种锋利 就像那个刀片一样 它的线条纹路特别的清晰 很有钢泽感 如果太阳一照的话 油钢发亮 特别的漂亮 目前这一棵呢 是今年种下去的就已经开了花 镜头圆到这边 我们能看到 这一棵就是当时奶奶种下去的这棵瓜 目前长到大概有两米多高 而且现在结了很多果实 一串一串的 它的头部非常的出来 大概有二三十公分 我现在拍个镜景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瓜的生长特性吧 大家再仔仔细细 从尾部一直圆到头部 整株看一下 奶奶当时种下去的这棵瓜 像这棵瓜 大概也有四年的时间了 每年瓜果量也是非常的惊人 一开始也跟王云说过 这种瓜在我们这边用途却相当的强大 其实很多农村的老人呢 特别喜欢生吃这种瓜 因为这种瓜吃起来清甜的 非常的美味 广东那边呢 却非常喜欢拿这种瓜来煲汤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人种植 有没有吃过 除了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 俗称为发埃嘎 其实在广东那边 很多人称它的邪名叫木嘎 你们的家乡又叫它什么呢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们也认识到了 奶奶种下去的这棵果树 也是一种瓜类来的 也不知道广大的网友们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 除了在我们当地一个方言叫法之外 你们的家乡有没有其他的方言叫法 或者是你们对这种瓜 有没有更好的知识了解 也可以把你们宝贝的知识 分享在我评论区 让广大的网友们都能认识这种瓜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种植 如果有种植的话 有吃过的话也可以在我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